卤子可别给整太咸,比炒菜那个口重一点就行了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做的是鸡蛋酱拌面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看一下啊,面粉一斤,加上一克的盐 放在水里面,这个水呢是无凉流的水 温热水 天凉了啊,一定要使温水过面 过成大面巨状,把筷子搓出来 上下拌一下,没有干粉了 这样,用拳头挤呀,怼一遍啊,都对 再怼一遍,折过来,开始这样 看一下,圈圈这么揉 直到把这个面粉揉成团,光滑的面团才好 看一下啊,就这个程度啊,有点包包棱棱的 看看 放到盆里 松弛十分钟 请放半小时,有两次啊,就可以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 尖椒啊,取了三个鸡蛋,打到碗里 然后呢,把这个尖椒,咱们切一下啊 啊,这个叫螺丝椒 这卤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啊,喜欢辣的,放尖椒,青尖椒 不喜欢辣的,还可以放柿子椒 啊,不辣那种,就要吃这个椒的香味 这个时候呢,炒鸡蛋啊 一筷子搅动 鸡蛋呢,炒的老一点 让这个香味上来 再来上一点油,再煎 白色的沫子上来了 加上 葱姜 继续翻炒 葱姜炒出香味,下入 酱 换成三两个酱 啊,东北大豆酱,什么样的酱都可以 把这酱香味炒出来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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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冒着油泡才好 啊,这样就可以 有骨头汤最好,没有,没有,咱们就加清水 好酱油 鲜点的酱油啊 各种酱油,什么样的都行 看看,这个颜色 既调颜色呢,又调鲜味 加上味儿 加上味儿精 现在呢 往里加 蟹粉 往里泼 调成冰米汤 那个再稠一点的汁 这就是打卤的关键啊,变稀溜溜溜的,太稀,烧干一点 拌面的时候能挂在面上,哎,就可以 材料油啊,要是没有材料油呢,就加自拉油 在爆锅的时候呢,要放五香粉,或者十三香啊,都可以 那个就是炒鸡蛋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五香粉放进去,就可以 现在呢,开始 擀面条了,把面板上,撒上面 压一下,这样压,这手交叉,啊,这样 这样,卷,卷起来擀,啊,这样呀 边擀这手,往两面,使劲啊 这么呀 撑一下,这么卷起来 这活儿就好干了啊 只要你这面杖呢,咋就走,来回这么走动 这面就往开 擀 越擀越薄,越擀越薄,快点钻 现在呢,就擀好了啊 这面皮呢,不用太薄啊 三毫米厚,就可以 这么叠成 五至六公分宽的这个 面皮 好了,这样 这个呢,叫剥刀切,切一刀往前这么 一摆动 现在呢,切好了,这样啊 抖了一下 把这个面啊,这样 抖了开,用手转一转 再抖了抖了,再转一转 然后换个位置啊,再一转 这样呢,它会更细一些啊 哎,这样就行 现在呢,把这个面条 下锅不要用勺子搅动 用筷子啊 两边摆动一下就可以 哎,这样摆动 哎,这样摆动 变成坨 哎,这就好了 现在是两分半钟开上来的啊 打上两嘴 别让它开啊 让它下去 开锅是多长时间 开锅二十秒钟就行 啊 给它点下去 火呢,调小一点 看见吗,看一下啊 你看它面条全部飘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关掉火 然后这样啊 这不冬季吗 冬季要吃热糖面啊 咱们的呢 高水砸一下啊 稍微凉一下 持质呢 说较凉一下 就是为了让它更筋道一下啊 攒份儿 看一下啊 这个卤 这就可以了 哎,多少根据咱们这个 咸蛋口来定啊 卤着可别给整太咸啊 比炒菜那个口重一点就行了 把这面这么拌一下 比如说啊 喜欢 加点圆汤 还可以加点圆汤 不的话啊 就咱们这么一拌 这是东西的美食啊 一定要热 看看 替朋友们来一口 浓浓的酱香味 今天这道主食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谢谢诸位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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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